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也就是5月13日 美国川普总统的一则推文又让中国的舆论是炸锅了 川普说 我和中国领导人习主席正在为中国的大型通讯公司中芯通讯 提供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 因为中芯事件中国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 我已告知商务部要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不少中国网友看了川普的这条推文 感到十分的生气和失望 他们认为川普对中国服软了认怂了 不过这种看法 其实他是没有看懂川普使用的战术 他叫做进二退一 什么是进二退一的战术呢 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这里先说川普他这一次解除对中芯公司封杀的背景 就是利益交换 如果关注新闻的朋友就应该注意到 川普这次解除对中芯公司的封杀 其实是早有预兆的 我们这里就回顾一下四天前的一条新闻 5月9日川普总统在白宫就举行内阁会议上表示说 再次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提供的帮助 我们看看当时美国之音对这条新闻的报道 美国之音就说 川普总统再次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提供的帮助 川普说前两天习主席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给我们帮了大忙 中国的习主席一直很帮忙 川普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什么 两天前习近平在中国的大连与金正恩举行了会晤 川普还表示 由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 所以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还可以 川普的意思是说因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 因此没有在贸易问题上他也跟中国过不去 美国之音的这个新闻 他就是说川普他在两天前就是说了 说是习近平他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个就是意味着习近平在两天前在朝鲜问题上 做了一件很具体的事情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事情 虽然川普他没有说这个习近平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情 但是呢川普在发表这个讲话不久啊 他又宣布说朝鲜金正恩同意无条件释放被朝鲜关押的三名美国人 这三名美国人现在已经乘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 因此从这一连串的事情来看 习近平很可能在释放美国人质方面 说服金正恩或者给金正恩施加压力 促成了朝鲜无条件释放美国人质 因此川普他就说啊 习主席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给我们帮了大忙 朝鲜无条件释放三名美国人质 不仅是美国的胜利 川普本人呢也因此赢得了很大的声望了 川普说奥巴马花了18亿美元解救人质 但我们可没花一分钱 那些人质满怀尊严走出监狱 他们无条件被释放了 虽然说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 川普说的习近平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 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个就是指的朝鲜无条件释放人质这件事 但是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帮了美国一个大忙 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了习近平帮忙肯定也不会是无条件无偿的嘛 习近平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或者说交换条件 那么根据昨天川普的推文呢 习近平他帮忙的这个交换条件啊 就是要求川普解决中国的中心公司这件事 因此川普就在推文中说 我和中国领导人习主席正在为中心公司提供快速 恢复业务的途径 在这里啊 川普的话其实就说的很明确了 这个要求啊 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就是习近平希望川普来解决中心公司被封杀的这件事 于是啊 川普就答应了习近平的这个条件 也就是解除对中心公司的封杀 换取啊 习近平帮助美国实现三名人质被释放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叫做利益交换的交易了 习近平帮助促成美国人质的释放 而川普呢 就解除对中心公司的封杀 有人或许会说啊 这个交易啊 是中国占便宜了 美国吃亏了 因为川普解决对中心公司的封杀 他不仅是挽救了中国几万人的工作机会 他还赶了北京一个很大的面子 而习近平帮助美国只不过是释放了三个人质了 这个交易呢 好像是美国吃亏了 中国占便宜了 不少中国人啊 对美国这样重视人权的国家 其实不是太理解 他们不理解 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人质的生命安全 上面我们提到 川普就说啊 奥巴马曾经用18亿美元来交换人质 那么中国会不会用18亿美元来换取三个普通人的生命呢 我看这个是很难的吧 因此呢 美国的价值观来说啊 这一次川普用解除对中国中心公司的封杀 来交换三名人质的生命啊 这个是值得的 从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来看 美国并没有吃亏 但更重要的是啊 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出来 川普啊 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中 他使用的是叫做 进二退一的战术 什么是进二退一的战术呢 就是你前进两步之后 再后退一步的战术 打个比方 在这个外交谈判中 如果你要前进一步 让对方后退一步 那对方肯定是不愿意的 肯定是不会给你达成协议的 即使你使用什么高压的手段 强迫对方达成协议 那么对方在心里面对你也很有气 认为自己是被你给欺负了 可是如果你改变战术 你先前进两步 把对方逼到墙角之后 你再后退一步 这时候对方看到你后退了一步 就认为你退让了 认为自己胜利了 于是就比较高兴的来跟你达成协议了 其实我们从总的结果来看 两种战术的结果 最后都是对方后退了一步 不过前者是对方单纯的后退了一步 而后者是对方先往后退两步 然后又前进了一步 那么在最后的时刻 对方前进了一步 他就感到自己在最后时候是胜利了 所以他就会高高兴兴的跟你来达成协议 虽然说最后你从总的来看 对方还是输了 但是对方输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前者是对方输得非常生气 非常难受 后者虽然说对方也是输了 但是他输的心情还是挺高兴的 那么这种退二进一的 战术的高明之初 就是利用人的一种常见心理 他们就只看到最后自己一步的胜利 忘了前面几步 自己其实是失败的 这次川普在中央贸易战 他就是用了这个进二退一的招数了 川普就先对中国打出一个极为严苛的条件 就是那个被中国看成是不平等条约的可可条件 他把中国先逼到墙角 然后呢 川普在后退一步 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 让中国前进一步 让中国感到自己有胜利感 比如说川普如果希望中国减少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 如果这个时候川普视同为那个直接的高压手段 强迫逼迫中国接受减少1000亿美元这个顺差 这样的事情啊 在谈判肯定是很困难的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川普他改变一下战术 他用退二进一的一个招数 他先给中国提出一个可可的要求 就是要求中国降低2000亿的贸易顺差 先把中国逼到墙角 然后在谈判时候呢 川普又退让一步 同意把这个2000亿减为1000亿 这时候啊 中国就感到川普退让了自己胜利了 就高高兴兴的签了这个条约 其实他还是退让了1000亿 这次中芯公司先被封杀 然后再被解封 这也是川普用的进二退一的招数 川普就先封杀中芯公司 一下子把中芯公司就逼到了绝境 然后川普再宣布解除对中芯公司的封杀 就让中芯感到起死回生了 他就喜出望外捡了一条命 就大大的感谢川普 其实在美国的商界 他也是经常用这种进二退一的战术 用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不过中国的商界就不太用 就是不太喜欢用 或者不太会用这一招 比如说公司招人 中国老板如果他心中定下一个公司的开价 是每月8000元 但是这个老板为了尽快招到人 他就用一个忽悠的办法 他就先开一个高价 说每月工资1万元 这时候有人看到这个高价 他就高高兴兴的来应聘了 可是等到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候 中国的老板就对员工说 最近公司的盈利不好 不能给你每月1万元的工资 只能给每月8000元 这时候员工就感到自己被欺骗了 非常的气愤 马上就准备跳槽不干了 而且员工还要逢人 就要大骂这个老板 给老板制造一个坏的口碑 而美国老板的办法他就不一样 美国老板他心中 他定下的这个工资开价 也是每月8000元 可是美国老板圈先开一个低价 就是每月工资6000元 这时候有人看到这个低价 他本来是不想干的 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其他工作 于是员工就接受了 每月6000元这个低工资 就是说我先干一个月赚点钱 然后准备一个月之后 就跳槽走人不干了 等到一个月之后发工资的时候 美国老板就对员工说 按照合同 本来是准备给你每个月6000元 可是公司觉得你能力不错 干的也不错 所以说公司就决定把你的工资 提为每月8000元 这个员工一听自己的工资 一下子提高到8000元 那是大喜过望 大赞老板是好人 他本来准备是干一个月就走人了 现在他也不走了 准备留下来好好的给老板干活了 而且员工逢人还要大赞老板 给老板制造好的口碑 我们这里对比一下中国老板和美国老板 他们最后给员工支付的工资 同样都是每月8000元 可是中国的老板他付出8000元 伤了员工的心不说 还把员工给弃走了 而美国的老板付了8000元的工资 让员工心里高兴不说 还把员工留下来替自己好好的干活 川普他是商人了 他当然很熟悉美国商界这一种叫做进二退一的 极力员工的办法 他就把它活用在整个中美贸易战上 不少人没有看透川普在中美贸易战中 用了这个进二退一的战术 他们以为川普在最后的时候 剖鞋让步了 那就是川普认怂了服软了 其实川普他已经前进了两步 虽然他在最后又后退一步 但总体上川普还是前进了一步 中国是后退的一步 总体上是中国输了 只不过川普他用了这个进二退一的招数 就让中国输得比较有面子 心情比较好受而已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